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蒸排骨用糯米一起 那如果你想吃肉粽子了 又没有时间包 这道菜可以帮你解馋 我们用一磅左右的小排骨 洗干净水捏干 放半个T-Spoon的盐 半个T-Spoon的糖 一个T-Spoon的老抽 再一些料酒 这几样调料是主打 那我们要让它更像肉粽子呢 就可以放一些五香粉 放一点点就可以 不要超过八分之一的T-Spoon 你喜欢什么香料都可以放一些 那如果真的包肉粽子的话呢 我就不建议放香料 怕它盖了粽叶的香气 之前呢我做过一个酱肉常重的视频 今天呢我会把它的连接一起放到描述栏里面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作为参考 拌透了 拌到肉都散开了 我们就裹上糯米 我这里呢是一杯糯米 洗干净后 放四分之三杯的清水 泡着 不要多放水 泡两个小时朝上 半天啊 哪怕隔夜都行 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水都被吸干了 不会有多余的米浆水浪费 排骨倒进米里 这样裹上米 再把它移出来 剩下的米就盖在上面 马上可以上锅蒸了 隔水蒸 中火偏大一点 45分钟到一个小时之间 这道菜就可以上桌了 那有人会问说 肉粽子里面都要带一些肥肉才好吃 那这道菜是不是也放一些肥肉 不合适 因为粽子是用高压锅压 或者用纹火 五四个小时这样子 它的肥肉才会绵了 才会好吃 那我们这样蒸的话呢 达不到这个效果 除非你爱吃 好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已经闻到排骨香味了 香吧 嗯 真香 嗯 DID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